我在90年代当后妈 这是穿越啦 清晨我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长在了炕上 不是吧 这怎么看都不像南方人的家啊 我这是被拐了 一出门外面还有人 王家宝 你醒了 等会儿 我刚刚不是在上大学写作课吗 怎么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你昨天晕倒在客厅 医生说你有点贫血 来 快把药喝了 贫血 我上辈子贫穷贫嘴 就是没有贫血 不过这大哥长得还挺帅的 医生没说贫血会吸引 好了 这是我昨天赚的蛋病 一共3890 你在家怪怪养病 我去工作了 什么啊 这么多钱 不要白不要啊 没想到这穿越还挺好的 只不过这简陋的桌子 比我年纪还大的电视机 印着大红花的不锈钢水杯 绣花土棉被 不时发出杂音的收音机 这一看就是 1990年啊 我的天啊 也就是说我上课睡觉穿越到了这里 那一天赚3890蛋币 岂不是相当于我们那里的十几万 百万富万就是我 正当我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 突然来了个大娘 睡睡睡就知道睡 我看你一天就是不想做家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恶狠狠的老婆子 刚想问她是谁 结果她说是这个家的保姆 还是非亲干妈 至于我妈 居然是这个家未过门的媳妇 那岂不是说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而且她还有了孩子 好家伙二婚 这怎么可以 不行 我得找机会离开这个家 诶 等会儿 这孩子有点可爱呀 偷偷 妈妈 我还想吃你昨天做的鸡蛋羹 不是吧 这家里条件看着也不差呀 为啥给孩子打扮成香巴佬一样 行偷偷 妈妈这就给你做 看来这个张大娘有秘密 哎呦 你什么眼神 鸡蛋可金贵着呢 一个0.6蛋币 家宝每个月给我600蛋币 果实费都不够花 还配几他吃 开什么玩笑 小孩子不吃怎么长身体啊 不就是一碗鸡蛋羹 我自己到厨房去做 拿个鸡蛋 一个碗 把鸡蛋打成糊状 放到锅里蒸 这不就好了吗 香喷喷的鸡蛋羹出炉了 女孩用得着对她好 她亲妈都不要她了 你怎么说话的 她还小 只是个孩子 那你就对她好吧 她可不记得你的好 嘿 她记不记得用你说吗 遇上这样的保姆真糟心 我还是出门溜达溜达 看看附近的环境 这是离家最近的一个菜铺 蔬菜水果调料米面一般都在这儿买 这边是张大娘的家 自己有家居然不回 看我哪天不把你赶回来 家宝修车 这就是我对象的修车店了 没想到在九十年代 靠着这样一个小小的修车店 也能成为万元户 可以可以 逛累了回家睡觉 喂喂喂赶紧起床 家宝都去上班了 你还在这里躺着 还不赶紧给我做饭去 什么 我做饭 我有没有听错 这才几点 八点就是吃饭的点 赶紧去做饭 到底你是保姆 还是我是保姆啊 我可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算了 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 我就勉强做一次 只不过这厨房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难不成 你家主要吃的是西北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